那你认为现在中共最惧怕什么 或者说中共的软肋在哪里 中共觉得他们把西方民主国家软化了 收买了 他们可能不面临外界的压力 因为你看前面无论是南非的变化 台湾的变化 苏联和东欧的变化 都是国际社会压力造成的 那么共产党接受这个教训 终于采取了一个策略 减轻了国际的压力以后 他现在最大的威胁是国内老百姓的压力 老百姓毕竟是直接受害人 他不能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那么很多老百姓会造反 当时江泽民上台以后 他有一个策略 很受邓小平赏识 就是说我们不仅是 有权的和有钱的相结合 我们还有三种精英相结合 接受六四的教训 你看那帮知识分子造反 除了我们当官的和做生意的有钱人相结合 就所谓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相结合以外 我们还要把知识精英 文化精英给笼络进来 我们三种精英都相结合了 老百姓还怎么造反呢 他们是这种设计 但是 古话说的好啊 就是 坑灰未冷 山东乱 刘相原来不读书 你把知识精英都收买了 也不能解决老百姓造反的问题 老百姓过不下去了 老百姓很困难 老百姓觉得很不公平 他就会造反 共产党现在最怕的就是老百姓造反 而老百姓 咱们得公平的说 老百姓有权利用任何手段造反 包括美国宪法都写的很清楚 人民有权用任何手段来反抗暴政 共产党就是一种暴政 对不对 那么人民反抗呢 他用武力镇压老百姓 老百姓为什么不能用任何手段来反抗他呢 所以 共产党其实从十年以前开始 共产党开始转向 不要你们去 不批评共产党 赞扬共产党 没有用 赞扬共产党老百姓也不相信 关键是你们怎么帮助老百姓 帮助共产党制止老百姓造反 老百姓忍无可忍就要起来造反了 对不对 怎么样让老百姓不造反呢 于是养了一批这种知识精英 来宣传和平理性非暴力 妥协政治 什么和解智库等等 这些东西不管你有没有共产党统战机构的背景 但是你客观上是在替共产党解套 你在压制老百姓反抗的意愿 你在帮助共产党维持它的统治 对不对 这是共产党最害怕的地方 他怕的是老百姓造反 所以共产党动员他的所有的机器 宣传机器也好 警察机构 封锁网络等什么工作他都要做 他可以说是竭尽全力 要制止老百姓 这个反抗的意识的增长 要利用各种东西扑灭老百姓的反抗意志 凡是在这方面配合共产党的 咱们可以说 不管你主观效果怎么样 你客观上效果 你就是在帮助共产党 在镇压老百姓 所以这个的 我们可以说这个关键点 共产党最怕的可能就是老百姓 所以就这样 就这样